接下来继续带您追剧幸福到万家 因为自己的自以为是 庆来最终丢掉了工作 幸福本来想把他介绍去律所 没想到因为幸福的这个举动啊 差点导致两人离婚 能不能麻烦你帮庆来找个工作 庆来还没找到工作吗 是啊 他一直没找到固定的工作 独立自主的幸福 第一次开口请求关涛帮忙介绍工作 因为辞去了即将转正的保安工作之后 庆来就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活干 只能靠着去工地打零工 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幸福看着劳累一天浑身是伤的庆来 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终于开口请求关涛帮忙 关涛为了帮幸福 便答应让庆来到自己的律所干勤扎工 但幸福怕因为两个人工资上的差距 又一次伤害到庆来的自尊心 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看能不能给庆来勤扎的工资 我拿勤扎的工资 我还干勤扎的活 我们俩换一换 那怎么行呢 那什么工资就是什么工资 幸福认为反正他们是两口子 谁拿多谁拿少都一样 但关涛直接否决了幸福的想法 告诫他不能一直灌着庆来的脾气 这样人是会学坏的 回到家 幸福马上告诉了庆来这个消息 庆来也直接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可来到公司后 看着幸福热络地跟每个人打招呼 自卑感作祟的庆来老毛病又犯了 能不能 别跟大家说我们俩的关系 幸福跟大家都很熟的 就像一家人一样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不理于工作对不对 我都行 听他的 那行 那我就跟大家说你是新来的秦杂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行行行 可以 来吧 看似庆来是想与幸福划清关系 这样有利于之后的工作 但事实上 他是怕被人知道 他们夫妻间的女强男弱的关系 可是律所的人心里都跟明就似的 只是没有揭穿罢了 久而久之 他们一轮庆来配不上幸福的话 都传进了庆来的耳朵里 庆来一直隐忍不发 直到当他看见幸福与关涛关系 越来越亲密 幸福手被扎破 关涛还亲自帮他包扎 庆来终于爆发了 你俩成天在我眼皮子底下 轻轻热热的 你真的当我是瞎子吗 再说了 你真的以为穿一身 这个成立人的制服 你就真的是成立人了吗 你在人家年龄 你指不定是谁吗 闭嘴 你说了什么话 何幸福 你居然敢打我 本来就活得憋屈 这下还被媳妇打了嘴巴 庆来所有的不满都在这一刻喷涌而出 脱口而出要和幸福离婚 幸福听见这话也怒气上头 叫庆来不要后悔 说完便冲出家门一个人去街上转悠 走得越远 幸福越觉得自己刚刚也有点冲动 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呢 于是第二天主动给庆来准备了早餐 庆来见这情景也乐呵了起来 还给幸福的工位上送了一盆花 幸福当下觉得 庆来好像开始变了 但幸福没想到 庆来马上又要闯大祸了 关桃 东山集团 丢了 怎么会呢 之前不是谈挺好的吗 怎么会 你去问王庆来啊 他知道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做好方案让他给寄走 到现在都没给他寄 人东山集团觉得咱们办事效率太低了 跟别的所欠了 原来庆来因为疏忽 没有按时把律所准备的材料寄给对方公司 让律所直接损失了二百多万的大单 幸福听后很是惭愧 一直给关涛道歉 但是关涛觉得 幸福干得好 不代表庆来也干得好 这个责任要让庆来自己负责 偷偷在门外听到一切的庆来 觉得没脸再见到大家 直接放下胸牌离开了律所 准备离开城市重回农村生活 你追回来是不是想跟我离婚 你就是离婚 我不赖着你了 这两口子的婚姻真的要走到尽头了吗 我们下期接着聊 记者邵吉成编辑报道 我们下期见